这个男人有多狠 为了自己的前途 抛弃戏子 恶贯满盈 亲情在他眼里一文不值 如果你有这样的父亲 你会做何选择 是大义灭亲 还是视若无睹 作为私生子的金中三 无法容忍李会长的所作所为 既然法律奈何不了他 金中三就亲自解决 但在动手之前 金中三想知道一件事 他为什么要杀害金母 原因很简单 金母是他的人生污点 只有彻底拜托 他才能走向人生巅峰 可在金中三的印象里 金母对他的评价一向很高 如此善良且体贴的一个人 却被他狠心杀害 要不是车管家心软 留了金中三一命 恐怕早已成为他事业的垫脚石 李会长就是这样的人 为了利益可以牺牲一切 就算是亲儿子也不例外 更别提那些无辜之人 还有一点金中三想不通 权力和金钱李会长都有 足够他度过余生 可非要彩虹线搞事情 到底图什么 这个金中三就不懂了 李会长的终极目标 是要操控整个韩国 金中三觉得他无药可救 便不再浪费口舌 直接举枪射击 彻底做个了结 枪声影响 可李会长还好端端坐在那里 人心都是肉胀的 金中三下不去手 李会长可就不一样了 他前起手枪 毫不犹豫地对准金中三 金中三根本不怕 缓缓朝他走去 解释自己没有开枪 不是因为血缘关系 也不是因为惧怕 而是不想成为和他一样的杀人犯 与此同时 警方已经查到这里 可他们赶到现场时 李会长已经离开 只剩金中三一人 金中三之所以还活着 不是因为李会长手下留情 而是枪里只装了一发子弹 另外两人之间的对话 全被金中三录下 因为醒悟的及时 金中三没犯下大错 也没有受害者报警 按规定可以拙情处理 但该有的教育还是要做的 李组长非常庆幸他没有动手 否则遭殃的就是自己 简单教育之后 金中三重新归队 和大家一起参与抓捕行动 但碍于身份关系 金中三主动避嫌 李组长带人闯进 以涉嫌教唆杀人 对李会长实施紧急逮捕 李会长搬出前总统身份 试图阻止警方的行动 李组长明确表态 他们已经拿到引进男的政策 证据摆在眼前 谁也不能拒捕 即便是前总统也没有权力 李会长不从 打算找援兵 这时金简出现 让众人速速离开 并向李会长表达歉意 不过这只是暂时的 用不了多久 他会拿着逮捕令亲自造访 看金简的样子 想必是有计划 李组长配合他撤离现场 回到警局后 金简分享了自己的调查技巧 像李会长这样的大人物 不可能你去抓 他就乖乖束手就擒 必须先把话题吵起来 有一定热度了 检方才有正当理由着手调查 盲目抓捕只会是一场空 目前局势微妙 走错一步都将是万丈深渊 而眼下要做的 事先除掉背叛者 朴代表和安律师 首先从朴代表开刀 此时的朴代表 翻遍公司所有文件 想找出班导理会长的罪证 但什么也没有 这时金简三走近 归还之前偷走的手墙 朴代表知道他暗杀失败 板着脸骂他无用 这是金简三自己的选择 轮不到朴代表智慧 他这次来就是想告诉朴代表 短暂的合作不代表原谅 朴代表犯下了罪 势必会受到惩罚 金简三前脚刚走 朴代表就被小郑的人控制 期待里看到这一幕 急忙向警方求助 小郑带走朴代表之后 把他送去了精神病院 看来是想把他囚禁在这里 期待里随后赶来 帮警方拖延时间 小郑见状上前阻拦 以强大优势将其控制 这时胡子和拳后臂赶到 亮出身份吓跑两人 小郑见形势部队 也逃离现场 胡子两人追去 期待里趁机带朴代表离开 拘了一段距离后 双方展开交手 两人合力将小郑抓捕 朴代表刚回到公司 就看到一则新闻 金检曝光了眼镜男的录音 关于李会长教唆杀人一事 检方将对其进行传唤 李会长看到新闻后大发脾气 以现在这种情况 必须出动律师团解决 随着舆论的发酵 事情越闹越大 李会长只能召开记者会 对此事进行说明 期间李会长状态不佳 时不时咳嗽即生 不知道是真病还是装病 正讲得好好的 现场突然播放一段录音 引起在场记者注意 别人不知道 李会长最清楚 这是他被金中三绑架时说的话 间接承认了杀人罪行 记者听后炸开了锅 纷纷对李会长进行提问 李会长本想离开 结果被金中三揽下 他解释了录音内容 并向众人坦白自已的身份 真正的吴一胜 早在三个月前就被谋杀 除了吴一胜之外 还有其他人死于李会长之手 金中三可以作证 金检验表明 刚才所说证词都有事实依据 他将以涉嫌杀人 及教唆杀人逮捕李会长 由金中三亲自给他戴上手铐 一代风云人物就此落幕 而越狱并假冒刑警的金中三 终将逃不过法律制裁 但金中三并不后悔这么做 起码他做回了自己 李会长面对记者提问时 依旧死鸭子嘴硬 不承认自己有罪 这时 朴代表持枪闯进 怒斥他一个杀人凶手 装什么无辜 然后准备扣动扳机 还好棋带李阻拦即时 朴代表才没有闯下大祸 作为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 由此行为可以理解 但一码归一码 他跟着李会长做了许的坏事 无法得到世人原谅 李会长被抓后 检方公布了他的所有罪行 包括非法收受政治资金 贪污国财 威胁及教唆杀人 其帮凶及知情者 全部被拘留调查 接受应有的惩罚 至于金中三 梧桐餐厅一案经过再审 判处他和金心无罪 但冒充警察属于犯罪行为 被判三年有期徒刑 江刑警因为伤情严重 依然处于昏迷当中 大美和李组长商议后决定 把江刑警的身份告诉小韩 毕竟是亲生父亲 小韩有权利知道 感受到小韩的呼喊 江刑警有了反应 时间来到三年后 江刑警身体恢复 陪小韩度过快乐的亲子时光 身在监狱的金中三 今日行满释放 正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有趣的是 他和宋继川引记队长在一个建设 虽然时常伴嘴 但相处还算和谐 真英知道金中三今天出狱 特地赶来接他 两人有说有笑 是默契的搭档 也是亲密无间的好友 疑问的一生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